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个基础方 是体现了针对基础病毒的一种基本结构 这方是麻黄父子细心 当然谁做军药 这也讨论过 有的你标理据函 麻黄父子联合起来做 我还是主张麻黄父子联合做军 但有的说你这是截表记 这都有道理 我们主要体会他的精神 麻黄父子如果两个联合做军细心地做成 那就体现出类似于一谱二族那种特点 一个层要为两个军药服务了 麻黄还是有这种发散风寒 你无外感风寒嘛 你不管是外感风寒之间或者大寒犯 他都要外来之寒 温必兼善 用麻黄发散风寒 夫子呢 温阳 温圣 祝阳 细心既能祝麻黄发散 又能祝夫子温圣 细心说他祈发圣祈 启发圣祈和一般温阳 还有一些概念不同 有温圣作用 同时又鼓舞圣阳上达 那作为圣阳呢 在人体一身阳气的一个发源 五脏六腹之阳 非此不能发 从五脏阳气直到体表的表阳 都和圣阳是个一个发源 所以过去说起来像胃阳之气 究竟来自于哪里 都有不同说法 说胃出下胶 这个好理解 胃出下胶嘛 全身热力来源在于下胶的 圣阳 圆阳嘛 圣阳是会叫圆阳的 圣长经啊 内于圆阴圆阳啊 有的说 淫胃同出宗教 那胃阳之气要出于宗教呢 内经还说胃出上教 胃出下教 宗教上教 全有究竟出哪里呢 实际上是三种提法 所针对的意识不同 意识不同 它有一个物质基础的来源 说胃气啊 淫胃物质基础来源 有个热力来源 热量 热力来源 有个疏步发散到体表 有个疏步途径 那你这个细心呢 由下可以鼓舞圣气 所以说它启发圣气 古人说 鼓舞圣阳上达 成为全身热力来源 它有个布散啊 那肺呢 它又是个主宣发 使阳气应经疏步到体表 又能使得向上的这个热力啊 通过宣布向体表 那体表 为阳致气 这个热力来源 所以细心在这里 能够助父子启发圣气 助麻黄发散表寒 这是这个方的一个基本结构 基本结构 麻黄复制联合 是这个方基本结构 解除表里居寒 当然这是我们横向的看 外有风寒 内有胜阳不足 表里同病 所以表里同治 那治疗 那治疗 爆牙 刚才说组织的第二条爆牙 那实际上是把这个 表里同治这种方式 疫病同治了 从治法是转过来 变成上下同治 本来 原书里 上和人士 反映了表里同治之方 把他译为上下同治之计了 因为爆牙是大寒犯 又避肺窍 麻黄呢 可以开宣肺气 有助于长通肺窍 父子呢 温圣 温圣去内涵 可以呢 解决大安犯圣 内涵的因素 温阳去涵 细心两相坚固 他的发散 助麻黄通俏 他启发圣气 助父子去内涵 又成为一个上下同治的方 医病同治 用药呢 本来横向的表里 同治呢 立起来成为上下同治 用这个方能够治 也能治水肿 包括你想 麻黄夫子甘草汤 也可以治水肿 但麻黄夫子甘草汤 比这个方缓和 清症比较缓和 麻黄夫子西饮汤 也可以治疗 水肿 那也是立起来上下同治了 费胜同病 含血 引起废气 不宣 水道不通 泛滥 胜阳不足 不能温阳化气 水是除流 那样的 那样的 你既可以用麻黄来开宣飞机 畅通水道 又用父子呢 用来温胜阳 助阳化气 细心 细心 既住麻黄啊 开宣 又能温散 又能 温散水气 又助父子呢 温胜阳起发肾气 所以 这一方是多病啊 这个方是临床很常用的 应该呢 有它一定的地位 现在当二类方 这个 有些医生啊 很喜欢用这个方 我们成都有一位 还挺有名的 中医院院长 原来中医院院长 那用这个方用得很好 我们学生跟他实习 他这个方 嫁延化气 治了很多病 大家喊他 麻兴富老师 而是他有很多名义 别人都喊他 比如 擅长有钢禄笑头单的 就喊他 该笑老师 因为像这个夏季 湿热中的时候 他一天方大多多 这个在 变化了 所以这个方式 用得很多的 这是 一般我 我们使用这个副子 刚才科研谈到副子 喜欢和少药同用 比较安全 现在副子加工的比较好了 但是有的副子用量可以增大 用的较大和少药同用 一般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副子量增大 少药量也增大 副子量越大 少药量有三分之二左右 甚至于跟他差不多 他就不会有 这个方的政治要点呢 沐寒中发热轻 因为表里居寒了 神痞愚昧 卖成 这里写神痞愚昧呢 当然很典型的 像施女汤正神痠愚昧 胆愚昧 程度有不同 典型的像施女汤正的 这种兴盛阳虚呢 一般来说 用这个方式 兴盛阳虚还 相比施女汤正轻一点 当然如果 少药新生阳虚 比较脱促 即使敢有一些表寒 表里居寒 那还是要 照顾到呢 温理 避免阳气浮跃 所以这条就补充这个了 如果它加重 新生阳虚重了 标志是 四肢绝逆 恒冷 下立清谷 匹生阳虚 而且脉象 不仅仅成 脉位欲绝 那这个时候呢 要回阳旧逆 先文其理 后攻其表 一般情况先字表 但遇到像这个阳气 要浮又要脱 那你先要 回阳旧逆了 如果再行善的话 加重这种 阳虚啊 欲拓 应生阁阳的这种 可能性 这是使用注意的了 在随正加减方面呢 阳虚又减气虚的 加神人生黄气 这个是多见的情况 多见的情况 在伤寒论那个时代 我讲过气候很冷 非常强调阳 温阳气 化井液 一期的运用 送以后 用的更多 所以后来的 包括后面要讲 像再造散之类 都是不仅用副子 要加升旗 为什么呢 既然内在阳虚啊 内生之寒 温必兼补 要温补结合 虽然有外来之寒 麻黄 父子相配 外来之寒 温必兼散 但是呢 新生养虚是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 这个离寒呢 要温补结合 所以多加皇气人生 这个 这个之类政兼 咳嗽废弃不宣 可以结合呢 化潭降溺 搬家新人一类的 施主经络 那就是说 既有养虚又感受外寒 外寒呢 风寒又加湿 反映出呢 外来 风寒是 一般来说 旧避震引发 要注意呢 除湿止痛 既有三风寒 要除湿止痛 这是麻黄 父子细心糖 下面我们简要看看 这个副方 这又是三汉六书上 这个方 过去当正方 二类方 三汉六书这个方 它是祝阳截表的 严格的讲 祝阳一起 截表 截表发生风寒 祝阳一起截表 总体上 你来划分为 祝阳截表这个范围 所以从它这个组织 正后来讲 有一组阳虚表现 热情寒重啊 武汉发热基础上 热情寒重 说明了既有外来风寒 又有内在的阳虚 寒很重 武汉知冷啊 那孩子所以表示 这个范围 阳虚本来威养四肢 除阳虚之外呢 有气虚 所以它祝阳和一气结合了 像肢体倦怠 面色苍白 女生低微 脉尘无力 这里都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气虚症 气虚症加寒相 阳虚气虚啊 同时并见 阳气不足 又加外来的这个 表寒 表寒 这个治疗呢 灾造陕三汉六书的 就是前面讲的 才个解辑 他那位作者 他还是尊重 金方的配武规律 用麻黄父子 细行他的设计啊 作为他的基本思路 他觉得阳虚气虚 用麻黄啊 怕发散太过 阳气虚弱之人 掌握不好 容易呢 汉多亡羊 所以他觉得 麻黄和桂枝比 用桂枝汤代替麻黄 那桂枝汤 散寒力量很微弱 散寒力量较小 那用桂枝汤 不够怎么办呢 他里面加枪火防风 他就把麻桂极 枪防机又来融合了 金方石方来融合了 重景时代很少这样用 我说过重景没用过枪火 防风在自表寒当中 他很少用的 很少用 这个他就把枪火防风和桂枝汤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代替麻黄 像既保持他的一定的发散风寒作用 又能够呢 不至于用发酵菌 不至于发酵太过 本身羊绪 怕亡羊 这个方理啊 在温阳的基础上呢 用副子了 加人参黄旗 麻黄副子细心汤 麻黄用枪火防风加柜子上来代替 因为实际上这个枪防戏 相对麻黄剂来讲 要平和 要平和 他不仅仅是照顾到风寒加施了 要性比较平和 同时能够止痛 用副子呢 来温阳 他又结合生旗 人参黄旗来补旗 温阳一起结合 细心 仍然用来呢 既帮助发散 又可以帮助启发圣起 所以他这样构成了一个 一个方 所以你不必要 一味一味地背他 就麻黄副子细心汤 作为一个基本架构 王副子分别呢 本来金方的基本架构 用十方很多要来 这个 代替改良他 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构成了一个 祖阳一期 截表上涵的 这个 方机了 所以这个方呢 也就 十方这个时代用来治疗阳虚外感的 一个代表方 一般说去祖阳截表都由 再造伞来作为代表 金方呢 以麻黄副子细 营糖来作为代表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这个方还是从金方当中啊 这个思路 变化出来的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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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的把 截表纪 这个讨论完了 也是讨论一些重点内容 因为这个 每个方如果像一些 一类方案 基础方案 讨论很细的话 时间就不够了 一些二类方 服务方的简要重点提示了 这个卸下纪呢 整个卸下纪 它从讲下法里边讲 常用分类 现在分为五类 五类呢 第一类 寒下 因为适应病症 使用注意这些笑话都讨论了 这里不重复了 寒下 主要适应于 理热皆知 理热皆知实证 这是适应病症了 最主要的代表方 大臣其他 这是这类之法 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 一类方 大臣其他 它这个名称呢 纯顺为其下行 纯顺为其下行 民生的 地匣 这温项